警方进到一处办公室内大声喝斥 要求里面的人员放下手边动作 拿出证件配合调查 因为警方查出这里涉嫌非法洗钱 并且与台中跑车二少经营的 2580博弈集团相关 是一桩案外案 警方查出帮助2580集团洗钱的徐姓嫌犯 通货分散在台中各处 而且不只帮二少洗钱 还有多个不法集团 从五月份到现在 非法洗钱的总金流高达5.5亿人民币 他们利用大陆的账户 把非法所得变更为合法金流 有成员在跟 就是其他在交 就是有换水钱的那个嫌疑人 在进行交钱 所以一般来讲 他们这个行话就俗称的高水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是在交水钱 朱贤除了帮人洗钱 也经营博弈娱乐城 事业版图非常大 但到底有多少不法所得 警方还在调查 但已经查扣了现金八十几万 几多部电脑手机等证物 也逮捕十三名集团成员 跑车二少当街动粗殴打人 还经营非法博弈娱乐城 非法所得买的跑车名车 车牌还嚣张 都是用2580当作代号 警方迫过外 继续扩大追查 逮捕非法洗钱集团 要把服务法人士统统揪出来 TVBS新闻